不同的编译器所附带的标准库 里头的分配器做法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我现在准备了三种主流编译器 里头的所带的这个分配器 我们看看它有什么作为 第一个VC 我这个是比较早期的版本VC6 那么现在新的版本 你也可以翻开你手上的VS2013 Visual Studio 2015 你都可以找到元代码 来比较一下看它有没有长进 我这边不再继续看新的Visual Studio 2013 2015 是因为后面我们要学习的对象 不是拿这个来学习 是拿葛路斯 那个号称是非常棒的一个可以说最棒的一个实作实现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来看一下VC6 它的allocator在这边的定义在这里 allocator最重要的两个函数在这里 好我们进去看看它做什么事情 allocator所做的事情 我这个线条都帮你拉好了 要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做的事情就是operator new 我们已经知道operator new是什么了 我们在第一讲里面已经非常清楚它了 它的背后就是malloc 所以VC的这个allocator里头它根本没有做任何的内存管理 它只是把malloc换一个样貌 换成什么样貌 换成这个函数呈现出来 它的兄弟deallocator呢 里头做的动作是operator delete 我们在第一讲也学过了 这里面就是调用free 所以这个allocator什么精巧的动作都没做 这句话整理一下 VC6的allocator只是以这个和这个来完成这个和这个 没有任何特殊的设计 那这个allocator在VC的容器里头 所有的容器 我们有全部列出来 但是这些都是最经典的 最有代表性的 这些容器的第二个模板参数 默认值都是它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原来在VC底下你使用容器 最终的元素的这个分配都是靠Malloc取得的 Malloc都带着 Malloc给你的内存块都带着Cookie 好我们现在有这个观念 这里的分配是以你指定的 的这个这个元素类型为单位 所以如果指定512意思是要分配512个整数 如果这边指定的是double那就是要分配512个double 它是以元素为单位 我现在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后面我们要学习的那一个 很棒的那一个它不是这样 它是以字节为单位 是以字节目标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